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 有问题就找YES哥 欢迎大家来到YESTV 在这里呢 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移民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好 最近呢这个美股暴跌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而中国股市呢 反而稍微坚挺一些 那么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把资金先留在国内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吧 就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 供大家参考 仅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美股的暴跌的情况 美股暴跌 你看最近的一个月这个跌的实在是太凶猛了 从29,000多点直接跌到了21,000多点 而且呢最近周四的时候呢跌了接近10% 道琼斯指数 这个是1987年以来最严重的跌幅 而且他这个跌的实在是太凶猛了 就是在几天之内就跌了这么多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朋友都比较恐慌或者是犹豫 哎呀是不是全球经济危机来了 那这个资金在哪里去寻找安全的地方呢 然后很多朋友又关注到这个中国的股市啊 我们来看看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除了这个在当时这个这个Virus刚爆发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跌幅啊 最低点到了2685 然后随后呢就一路上升反弹 已经接近到最近的这个高点啊 然后呢现在呢 呃又又又跌了一点点啊 但是呢没有到之前那个最低点2685 现在是2800多点 而且呢这个跌幅相对相对于美股来说实在是小case 美股一下子跌了11% 一天呃上升呢稍微稳定一点啊 至少还没有前期的这个低点那么低啊 出于一个中间水平吧 呃所以呢 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啊 中国的因为这个什么呃 情况稳定了 所以呢 这个股市呢 也稍微稳定一点啊 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我待会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吧 供大家参考啊 仅供大家参考啊 不提供任何操作建议啊 呃 首先 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是不是需要再留守到国内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 呃 其实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 对吧 这个换美元我觉得应该是个大的趋势 哪怕说现在可能在全球这个呃 情有点类似于金融危机啊 有有一次firus引起的这个金融危机 呃 分晓了 呃 如果说这个高峰期过了以后呢 很快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系统应该会反映过来 呃 美股呢 之前就是因为 其实也是因为他自己涨的太厉害了 他需要一些回撤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情况 然后再加上这个沙特和俄罗斯搞那个原油价格战 结果呢多重因素导致这个一下子就被打趴下去了 但是呢 呃 大家把这个资金转移成美元 并不说让大家就是去投资美股 对吧 呃 当然我觉得投资美股也不错 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性低点的时候 呃 找一个低点进去倒是很不错 但是但是谁现在也谁也不知道这个低点在哪里 如果按照50%来算的话 也许要到一万五千点 呃 我觉得最低点应该是在一万五千点到两万点之间 这样的一个水平吧 啊 应该不会超出这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反正大家自己去关注 反正你把这个钱从人民币转移成美元之后呢 也不一定说要放在美股里面 哪怕说你趁这个呃 这边的这个房价比较低的时候买房也是不错的 就是自住啊 还是做什么都是很不错的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资金留不留守 首先取决于这个未来对人民币的这个看法 对吧 人民币如果说你觉得人民币会坚挺啊 那你当然可以继续留着 你如果觉得人民币不看好 那当然就不行了 反正我个人的观点呢 就是人民币显然它不可能够坚挺 因为大家最重点关注的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这个汇率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外汇储备 现在三万亿左右 然后呢 现在 因为国内的经济不好 然后再加上这个 virus的影响 导致这个后面的这个外 所有的这个外贸活动啊 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他赚外汇的能力肯定就更差了 然后呢 现在又有各种资金往外流 对吧 然后他现在又要出台什么34万亿的这个基建还是什么 对吧 国家出台 大家应该体会到上一次打的针啊 打的兴奋剂就是4万亿啊 打了一个4万亿 2008、09年的时候 10年的时候 对吧 搞这么多 然后呢 结果所有的资产泡沫 然后人民币开始慢慢贬值了嘛 对吧 现在呢 他现在要搞出一个34万亿还是24万亿啊 那那就是之前的多少倍了 那人民币如果说继续这么硬 硬下去 对吧 当然各国央行也都都没有什么节操 美国美联储他也在印钱 对吧 相对哪个印钱印的多 对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他如果搞出这个34万亿 然后呢 那想出逃的人就自然就越多了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对吧 各种管制越搞越紧 越搞越紧 现在很多朋友想往外转资产都比较困难了 对吧 所以呢 那他后面如果抓得更紧 那大家想出逃的意愿可能也会更强 对吧 所以我觉得资金要不要留守 最好能够最好能够传横一下 我个人不太看好人民币的汇率啊 呃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 还是赶紧往外走吧 就不说别的 就伟了伟了那种 对吧 就不断的印钱 最后 钱比这个擦手 擦屁股的纸还不值钱 所以呢 呃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不需要争论啊 呃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不会是留守 另外呢 我还想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啊 这个只是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建议啊 呃 不不提供任何的 呃 分享给大家思考啊 一个思考的方向 啊 并不提供给大家操作建议啊 如果有操作美股的 呃 我们从整个道琼斯指数的这个月K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哪怕是在进入危机期间 从14000多点跌到了6000多点之后啊 跌了50%以上啊 呃 随后呢 他在几个月啊 几年之间 还是反弹回来了 所以呢 美股我觉得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但他的回撤确实也很厉害 当然最近的这两个月的回撤实在是太猛了 这是之前的历史当中没有出现过的 一个星期里面两次熔断啊 实在是太恐怖了 当然这个也是多重打击就刚刚才我提到的 但是这种极端情况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持续很久啊 天气马上要变热了 我觉得一个月以内 呃 这个高峰应该就要过去 那么这个金融系统应该就会反映出来了啊 到时候应该会慢慢的恢复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大家趁低点的时候 如果说你操作的话 操作美股 可以考虑趁低点去 捡一些便宜的筹码 然后就捂在手上啊 就等着他慢慢的往上走吧 呃 总而言之呢 呃 我觉得这个 美股虽然在暴跌 但是呢 这个不影响大家去转移资产啊 把人民币转移成美元啊 好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